你好,Metropolis,我是Sunny,现在我在上海 我们可能不能像你们那样可以随行所欲地进行示威活动 所以我们必须得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式 蒋先生就找到他自己的方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环境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蒋先生希望可以通过他的行为能够改变一些现状 所以每当他发现有人来肆意地破坏环境的时候 他就会给予毫不留情的示威 看看,你看这个,你看周边的环境 你看这么差的环境,对吧 你们大家都要爱护周边的环境 你看这个树,这么好的树都要快死掉了 就平常黑了,平常绿色的嘛 现在没人管,每天都好几年待的啊 本地的人都不管,外地的人还管,大军的人还管,再管 本地的人不管,你的村长呢,村长也会管嘛 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扛了一个地球 然后第二年呢,我觉得这样都不行 因为我扛了以后,下一个城市呢,就坐火车 在城市里扛着那个走,还有顺便还有那些行李 一天很累 然后我就坐了一个地球车 这个地球车呢,就是我的家一样了 我一时住行都在上面 对,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宣传这个嘛 我觉得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就是这样 你怎样跑啊,你老婆都不啊 我没老婆嘛 我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 我还有两年时间就可以走完中国了 走完了以后,要是有钱的话嘛 把上去,申请要去国外 下雨呢,下雨,不不,不 小伙伴,漏水呀 漏一点漏,没关系 因为我想学到国外的这个人们的素质 这个地環保 我可以拿到国内来,可以讲 小朋友来了 小朋友过来看看看看 他们都有糖吃的 一般每到一个城市就到这个小学啊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回家呢 跟他爸爸妈妈讲 这个更一层层的就是更有效果 我吃饭他们也要看 做饭也有人看 睡觉也有人看 反正习惯了 我一两年来都是这样子的 夏天还好,冬天呢 夏天也难受,冬天也难受 那我来看一下 我看我的红薯书了没有 好了 你为什么要搞这个 我想为地球出一份微薄之力 希望我的行动能感化你 老师,您上来插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钱呢 就插笔鞋过生了 插笔鞋赚钱了 吃饭了 他们欺骗他给嘛 他有的给一块的 也要给两块的 也要给五块的 也要给十块的 好,谢谢啊 插笔鞋免费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他不能过也可能 怎么不能过 我到哪里都能过 我到上海,白津,天津 大概都是过人渡的 还是不用钱的 你应该让我过的 免费让我过的 你应该要更多的支持我 有一年后就是 我正好在家 这位温州开放店 看到有一组新闻 就是百年海龟 就是吃了这些塑料袋 到肚子里闷死了 所以我就很想出来宣装环保 所以我就快过完 另一年了 我就把饭店转让了 带来一点钱 就激发想走遍中国 我们应该要去的地方 是一个玉环县 那里是小企业很多 污染相当严重 也是一个岛上 就是我们那一片的当地那些地方 那个地下水都已经污染了 全部酸简化了 酸简化的 你根本也没话跟他说 后来就挨打了也不一定 因为我一个人在外面 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嘛 是这样子的 那你人都死了 你还不是没有 没办法再住下去 我好忙 爱护地球 爱护地球 那你这个小企业也不环保 那我吃饭呢 也不环保 是吧 我是这个志愿者 希望中环保的 那它大了 你可以拿个筷子烤 筷子就可以了 谁家有筷子 给我一双筷子好不好 有筷子 这个人老是真有趣 你看这个志愿地的洋伙 环境最差劲的 比如说 像外面我们是打工的嘛 外面的厕所啊 基本上也都没有 好多人啊 大路上到处都是厕所的 可以上啊 上厕所的 都没地方啊 他都搞这种嘛 这是环保的嘛 肯定是很好的嘛 嗯 太咸了 那你家的人对你怎么说 家人说 赚点钱 请老婆 就这样好了 你不想学校活 想啊 我也想过正常的生活嘛 但是 没办法 现在没办法了 那你不是活都活不来啊 也有的人说你好 有的人说你不好 有很多人就讲你 脑子有问题啦 要么是你不正常啦 要么是你就是受到什么挫折啦 我说走哪里睡觉啊 晚上一早吗 我不走了 觉得睡觉 到着那旁边睡 晚上就是 没有睡觉的时候 没睡着 有点孤独了 就想的哎呀 觉得呀 没有意思啊 别人都一家人 开开心心的这一集 我一个人还在这里 喂地球奔波 觉得好像坐下来没有意思 因为我有时候 心里很酸啊 很想哭 但是又哭不出来 其实我现在真的不想走 因为在这样 因为我的生活 现在就是得不到保障 没有钱啊 以前那我是自己有点钱 好走点 现在我有时候走的都是一天 吃一两个馒头 更多的人就是没人理解就是 好了不要说这伤心的事情 我还有更多路要走 睡觉了 累了一天了 现在要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 早点起来就出发了 去下一个城市了 哎呀 这梦做 很大的梦 我这个车就开到那个 开到水里去了 在水里拼命的挣扎 就爬不起来嘛 就这样 好吃 排名的 我可以收到 什么位 噢 我可以收到